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终于要来证明 例子 气体是由例子所组成 我们前面说是这一直要证明这件事 但都还没有证明 那这一个例子这个例题呢就可以 给我们一种证明的方法 当然你要证明一件事情 对不对就是要看到 实际的现象跟你的预测 是不是吻合 如果实验的结果 跟你的预测吻合 代表你的理论蛮可信的 好所以我们 这一题就是要做这件事 那首先我们先把前面 我们推理的理论结果 写出来 第一个就是压力乘体积 其实可以表达为 三分之二倍的总动能 那第二个是 平均动能 就是二分之三倍的 KBT 那其实也可以写成 其实也可以把总动能 和平均动能 的关系写出 平均值乘上个数 就会是总数 就会是总分 像平均60分 乘上26位 那就是总分 或是五颗平均 五颗平均80分 那总分就是 乘回去五颗 变成400分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的叙述吧 一个水平放置的绝热容器 什么叫绝热容器 就是没有热能进出 没有热能进出 然后以一片可以自由移动的绝热隔板 分隔为两室 两室中装有同一种单原子理想气体 当隔板达到了 尽力平衡的时候 右边的绝对温度是T 左边与右边的原子个数是3比1 体积是2比1 当没有对气体做工的情况下 没有对气体做工 一直是外界没有输入或输出能量 外界没有对这个框框里面的气体做工 对系统没有做工 然后将隔板打开 使两室相通 则请问 最后达到热平衡的温度是多少 好 那他有分一开始和后来 一开始是尽力平衡 尽力平衡就是合力为0 那合力为0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两边压力是一样的 两个枪式 它的压力是相等的 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把他的条件写一下 首先右边的绝对温度是T 那左边呢 不知道 他没有说 我们就设T左 左边与右边的个数比是3比1 那我们可以写 左边是3小N 右边是N 体积比左边比右边2比1 所以我们可以写2V和V 然后在一开始建立平衡的情况下 两边压力一样 所以就写都是P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用PV点NRT 来找出一些关系 像左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 P乘上2V 就会等于3N乘以R 乘以T左 那右边的话呢 可以写 P乘上V 等于N乘上R 乘以T 由这两个式子其实相除 可以把左边温度 用右边温度来表示 像PV都会消掉 所以左边除左边 右边除右边 最后会得到这样子 会得到左边的温度T左 其实可以表达为 2倍的T 这样子 那这就是它第一个条件 静力平衡 让我们可以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后来呢 它连通 而且达到热平衡 它把这个 隔板让它连通了 连通 而且达到热平衡 那连通的话代表什么呢 代表压力就是 一样了嘛 各处压力相同 还有温度也相同 我们就把它视为 没有隔板了 因为它已经打开隔板了 那这个时候还可不可以用PV.NRT呢 那它打开隔板之后压力可能会跟原来不一样嘛 因为它温度也改变啦 温度相同是说左右温度相同啦 那压力相同也是左右压力相同 可是不一定会跟原来的一样 因为它可能温度改变 压力体积也都 单纯我们看右边的话 它的压力改变 体积 它的压力温度都有改 所以 我们就假设后来的压力和温度是P'和T' 那这样的话能不能算出新的条件呢 连通之后 变成了体积变3V 总共的莫尔数变成了4N 然后乘以R再乘以T' 那这样能不能算出答案 其实算不出来 因为多了P'和T' 两个位置数 所以没办法 除非有更多的条件 来把位置数消掉 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没办法再继续了 那这时候就轮到我们的理论出马了 我们的理论这样子 这个有预测说 平均动能是只跟温度有关 平均动能只跟温度有关 然后今天它又是一个能量守恒的情况 因为题目说是绝热 然后又没有对外做工 所以它是前后能量会守恒 那我们就可以写说 一开始的总动能 一开始气体的总动能 就要等于后来气体的总动能 连通之后 连通之后气体的总动能 那一开始的总动能呢 根据我们上面写的这个 总动能就是平均动能 乘上它的个数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可以写成 先把它板面排一下好了 左边的总动能 左边的总动能 加右边的总动能 那左边的总动能就会是 3n去乘上 2分之3 kb 去乘以 t 左 右边的总动能 则是n乘上 2分之3 kb 乘上t 那 t左在我们刚刚的条件 有算出来 净利平衡的条件 有算出来 所以 这里就可以写成 3n 先不要好了 先把等式右边 后来的总动能 是多少 先把它写出来 后来的总动能是 总共变4n 数量变4n 乘上 2分之3倍的kb 乘上 后来的温度t' 那我们先把 可以消掉的消掉 2分之3都有出现 都消掉 kb也都出现了 都消掉 n也都消掉 n也都消掉 所以最后变成怎样 变成了3t左 加1倍的t 就会等于4t' 就简单多了 最后再把这个t左 还要带进来 变成3乘上 3分之2t 再加t 就会等于4t'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t' t' 等于4分之3t 所以这个就是 算出答案了 那如果说我们算出来 它连通达到热平衡之后 它的温度真的是 原来右边温度的 4分之3 如果实验真的是这样 那是不是就代表 我们的推理有道理 那我们的推理的假设 就是假设 气体是由粒子所组成 我们才会得到 这两个式子 然后才可以应用 才可以应用来解这题 所以呢 如果实验和理论混合 那就可以说 这个理论好像蛮有道理 好像 我们眼前的这个透明的空气 好像真的就是有 看不见的微小的粒子所组成 这样子